只因这个男人对天发誓 老天看不过去一道手电劈上来 送男子直接去见了雷公 男人叫李星河 大学毕业后开了一家手机店 就在刚刚自己的老婆 因为嫌弃自己赚不到钱 跟人跑了 在这个雷雨交加的夜晚 李星河掩天幕后 我发誓 三年之内 我要是再挣不到买行的钱 就让雷劈死我 话音刚落 一道闪电落下 将李星河劈了个头新凉 真是人点被喝凉水都塞牙 此时的李星河内心十万只羊駝 就连老天也不相信我 难道我李星河要穷一辈子吗 难道我注定要把一辈子光棍了 正当李星河嘲讽自己时 身后传来一声冷哼 单身有何不好 娶妻自寻烦恼 李星河大惊 谁 是谁在说话 只见一位身穿奇怪服饰的老头站在身后 老头自我介绍 本先乃是天庭的雷神 敢问到我是哪路神仙 此时李星河内心一顿无语 还雷神 你是雷人吧 你跑我手机店里来做什么 老头听了此话 瞬间来了兴致 你是卖手机的 快给本先看看 刚好我手机坏了 眼见老头要买手机 李星河顿时笑脸相迎 终于要开张了 顿时开起嘴顿 听命介绍起手机的各种功能 然而老头拿起手机看了一会 便怒气冲冲 你管这小玩意叫手机 竟敢欺信本先 这才叫手机 说着便掏出一部八十年代的大哥大 拍在了桌上 此时的李星河早已目瞪脑口袋 我靠 这是从博物馆买的吗 而老头也放下狠话 今天老子还有事情要办 改天再来收拾 说着就消失在一片烟雾之中 正当李星河惊讶于 这老头难道会什么特异功能的时候 手机响起提示音 本以为是老婆回心转意 结果却发现手机上拖出来的软件 只见上面写着停机板 点开之后 只见上面写着雷公于天庭走失 至今未归 提供消息者有重险 又是雷公又是电影了 难道真的是神仙 看着手机内 各路神仙名字在对话 不经猛一 这是什么情况 粉丝论谈吗 反正也睡不着 那就陪你们玩了 随后便在群内说起 雷公刚刚在我家 还弄坏了我的手机店 对于质疑 李星河也介绍起自己来自华夏 然后一位叫太白惊心的家伙 说起 先凡通道一段 你怎么可能从卖里面 而此时店母引发来私聊 询问着雷公去向何处 一番攀谈之后 店母更是支付了2000的功德点 通过询问也得知道 功德点可在天机榜内 购买各种法宝丹药的物 看着商城里的各种眼花缭乱的物 以及80年代的古董手机 卖这么贵 自己店内的手机 要是能放里面卖 岂不是要发大胆 挑选了半天 最终选定了一个 售价2000的仙丹顶级了购买 浑身一阵抽出后 一枚丹药豁然出现在手中 居然是真的 难道他们真的是神仙 这丹药也真的是仙丹吗 吞下这枚仙丹 那我岂不是变成神仙 买房买车 没女团药 走向人生巅峰了吗 西月笑话沦落街头 被众人当街拖走 发生不肯描述的事情 男子仗义出手 怎样英雄救美不成 被人打倒在地 无能为力地 看着眼前的笑话被欺辱 就在刚刚 得到仙丹的李星河 听到外面一顿吵骂 几个文文化分的社会人吵叫着 有一个身材正比的妹子 每天都会从这条 人烟稀少的小路进行 看着电视中 正在播报 最近发生多起 女性失踪的案件 提供重要线索的奖励 十万人 本不想多管闲事的 李星河不由心动 钱不钱的无所谓 救人要死 而此刻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 也走过来 来了他来了 几个混混上前团团围住 小姐姐要去哪里啊 我们送你吧 眼看几个人开始动手动脚 抓着女子不让离开 本是准备录下证据 在报警的李星河 一眼认出 被纠缠的女孩 竟是自己上大学时候的 笑话于婉秋 看着大喊救命的笑话 眼见几个混混 要将女子拖走 此刻的李星河也等不及了 果断现身 冒充自己是于婉秋的保妖 朝着众人大叫 你们过来啊 众人也被这气势下的 不经犹豫片刻 眼见李星河拉着笑话 要离开时 众人才反应过来 这小子就是个卖手机的 飞来一脚 将李星河踹倒在地 几人脸跟蹲上前 一顿拳打脚踢 就比你还想出来英雄救美 眼见笑话再次落入混混的水 准备当着自己的飞 不敌几人的李星河 看着滚落一边的丹药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于婉秋被欺负 此刻也只能把所有希望寄托于丹药上 此时也在没有其他顾虑 抓起滚落在一边的丹药送入口中 丹药入口的一刹码 瞬间力量充斥着全身 感受到体内有一股 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 只想把这股力量宣泄出来 只见李星河起身奋起一群 将身边的一名混混 滚了出去 面对剩余的几名混混 丝毫不再紧张 猎人的身份此刻已然转变 随着一阵惨叫过后 警察将被打得半死的 共同们带走 然而悲咎的笑发望着 李星河固有满脸的崇拜之情 这一次的英雄救美 在于婉秋的心里 固有种下了一枚绝 捧带着未来生根发芽 回到家后的李星河 躺在床上回想着今日的经历 这时 好友顺子发来一张图片 只见图片中正是男主的女友 此刻正在别人的怀里阴阴阴 对于自己老婆的出国 男子无动于衷继续彻夜语言聊天 只因对面在聊天的人是唐僧 刚刚得到鲜云的李星河 正在床上幻想着美好的未来 这时 好友发来一张自己女友 与一名男子在亲热的照片 男子正是自己的同学 李星河不由气血功行 这俩狗男女在哪里 我去找他们算账 好友也不断安慰着冷静一点 为了这种女人不足够 明天就是同学聚会了 到时候他们两个也会过去 可以找他们当面对职 对 同学聚会 我是不会轻易放过你们的 想到明天要去参加同学聚会 而自己由于刚刚服用仙丹的缘故 致使身体臭味有 洗澡都洗不掉 只能登陆天庭论坛 求助各位神仙大老 看着论坛内各路神仙 不务正业的吐槽 不经汉言 这帮神仙也太无聊了吧 天庭的生活都是这么朴实无华的嘛 而后有点正常的神仙 唐三葬出来解释了 仙天丹的副作用 称身上的臭味过几日便可消除 若是施主想尽快去除恶臭 可以从天机坊购买 一枚确素单即可 然而高昂的价格却让李星河默瞪口袋 唐僧也对此给出建议 可以出售法宝 从而快速获得功德 此刻的李星河不经心灰意冷 囊囊自语到自己哪里有法宝 只有一堆卖不出去的破手机 此刻瞬间联想到自己 可以尝试把凡间的手机卖给神仙 想到这里 立马登陆天机坊 发起广告出售新款手机 可以用脆肃单换取 不一会儿的功夫 百花仙子添加好友表示 显现恰好你一枚单药 并说道 现在天庭的手机 还是二十多年前有的凡人带上 早就完腻了 后来仙凡通道断了 手机也一直没有更新过 通过百花仙子的指导 也清楚了天机坊中 有个扫描的地方 只要对着要传送的手机扫一下就能 很快交易达成 强化身体后的意味 也终于算是解决 转眼第二天 在一家大酒店中 李星河的女友 坐在一名男子的身上 听着男子向其他人 传授着成功的经验 成功没有捷径 来源于对梦想的执着 和个人不懈的奋斗 就像我 我爸就给了我一个亿的创业资金 今天的这一切 都是我努力奋斗的结果 说到此 男子更是送出了各种高端护士用品 赢得了在座同学的一顿客彩 张总 你就是我们班的骄傲 王维你真幸福 能找到张总这么优秀的来源 这可比那个什么李星河强多了 李星河怎么 我看李星河比他们这帮男的强多了 说话的正是昨夜 刚刚被李星河救下的于婉修 对于与婉修的言语 众人也不禁上前打去 这不是笑话吗 听说你们伊兰公司都要被张总收购了 你还在神气什么 而此刻李星河也走进了房间内 看见了自己的女流 与富二代张小军坐在了一起 李星河端起酒杯一扬而下 真是脸子佩狗 天长地久 祝你们这对狗男女幸福 眼见自己的风头被抢 富二代的马仔不禁上前一个酒 刺滑在了李星河的头上 只见李星河留下了鲜血 李星河怒视着富二代 对于富二代的不断挑战 李星河会动手吗 身为凡人的你只评一句话 就让欺骗大圣为你去脱天反命迹 只因你手里有 孙大圣高斯牧祥想要的攻击 之前还遭人唾弃 被人嫌弃 现如今连女鬼也痴迷于自己的身体 甘愿当你的甜狗 这一切都要从一部手机说起 就在刚刚抢走自己老婆的男人 将李星河打个头破血流 面对富二代的挑战 下一秒李星河直接用拳头回应了他 一拳将富二代打倒在里 正当李星河再次来到身前 一声轻退的巴掌响起 打在了李星河的脸上 打人的却是李星河的老婆 并振振有词的吼道 我已经跟你没有关系了 请你不要再打扰我的生活了 真是婊子配口天长地久 李星河随即转身离开 留下一句今后好自为之 再次回到家后 正在洗澡的李星河突然感觉背后一阵阴风 从镜子中发现身后有一个舌头 足有淡米长的灵魂 惊吓之中跑出浴室拿起自己的手机 别过来 我警告你啊 我也是董仙河 天平的神仙都是我的网友 小心我收了你 然而女鬼不为所动 整个身体突上前去 用那半米长的舌头填着李星河 原来是因为自己服用的丹药 女鬼被香气所吸 而自己能看见灵魂体 也是服用丹药的缘故 虽然女鬼前突后翘 一直缠着自己 但谁能对鬼有心思 必须想想办法才行 李星河登陆天机堡 找到百花仙子询问办法 而百花仙子正沉醉于新手机中无法自拔 并且发了一段自拍的小视频 看着视频中的百花仙子 虽然世上美女千千万 但在真正的天线面前 还真是逊色几分啊 沉醉于仙子美貌之下的李星河 过了半天才想起正事 立马询问起有什么出轨的办法 百花仙子心情大好 告知张天氏刚刚弄出来 一本的空灵宝剑 应该对你有用 但是那家伙最想起了 哪怕用功德点也没过来 只能去找尊大圣 以他的本领应该能偷出来 李星河也再次向百花仙子 询问起脆负担的配方问题 经过一系列沟通 最终协商出 有百花仙子提供所需的材料 并且帮忙宣传手机 而后在天界卖出的手机 要给七一城的功德点 想着未来可以上下两届 都有生意去做 这满门真是一顶不亏 商议完毕后 孙大圣发来消息 李星河 听说你小子找我 李星河立马表示 想寻一本通灵短剑 但是和张天氏又不熟 很请大圣帮忙借一下 事成之后 奉上最新款的手机作为回报 仙凡通道一断 试问哪个神仙 能拒绝一部喜欢手机的用 孙大圣立马起飞 准备好手机安老孙去 转眼间大圣归来 通明宝剑到手 都说眼前能是鬼推磨 看来也能让神仙当跑土 随着点击使用 大量信息也不脑 李星河晕倒在地 仿足自身来到另一处地方 当再次清醒过来 发觉自己已经学会了其中的一部 不亏是神仙的东西 真是高效啊 回头望向刚刚的灵魂体 不禁当当当 之前看他有些虚无飘渺 看得见去碰不着 现在感觉完全不同啊 只见此刻前凸后翘的女鬼 躲在一边瑟瑟发抖 前一天还是一名穷表丝 被老婆抛弃后 孤独的自己只能抱着一颗脑袋 回家陪伴自己 就在刚刚 制作护肤品的配方已得到 下一步 李星河相约来到了与晚秋的公司 寻求合作 一方面可以挽救 濒临破产的公司 另一方面能带给自己 不同的收入 此刻办公室内 那个抢走男主老婆的富二代 正在强硬的想要收购公司 于晚秋直接带着李星河走进来 何总 这位先生手上有一款 效果很好的面霜 可以挽救我们公司 富二代看电视李星河的到访 不禁开启嘲讽 哟 这不是鼎鼎大名的李星河同学吗 怎么你的手机店要倒闭了 开始出来骗人了吗 你要是恳求我 汗在你老婆那么嫩的份上 我没准可以赏你一口饭吃 对于富二代的嘴炮 李星河也毫不在意 富老张总潮心了 我的手机店声音好得很 只不过客户不是一般人能见到的 这次我的面霜配方 也是来自一个高端客户 不是你这种垃圾能比较的 富二代继续嘲讽着 原来一栏公司 要靠一个卖手机的来拯救啊 听闻此话 何总也不得不将李星河请 还没开始的业务也随之凉凉 回家的路上 李星河囊囊的 这帮二伙老板 真是没眼光 这么好的产品没人看上 然而这时 一位老人扑通一下躺在了地上 李星河一眼看出老者身上有怨气缠身 上前扶起老者后 询问着老人 家里最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是不是感觉浑身发凉却找不到原因 家里总是总没力 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听到这些 老者不禁大惊 最近也不知道撞了哪路邪神 请了些风水先生也没看出来明白 小神仙 你要是能帮忙解决 钱的方便 尽管放心 一听到有钱赚 李星河瞬间两眼冒光 一打拍在老者身上 义正言辞道 助人为乐是本分 什么钱不钱的 去你家看看 跟随着老者回到家 发现老头的儿子 正是白天刚刚见过面的和尔 一阵寒暄过后 李星河也发现了鬼怪躲藏的地方 天地无极 悬心阵法 随着一番咒语 手指滑出一道金光 一只灵魂体在眼前一闪而过 没入老者身体 糟了 被附身了 老者此刻也发疯般打向自己的儿子 原来半年前 和同酒后驾车把人撞死 以至于死过瞑目 一直缠在他家 何总反驳道 也是你闯了红灯啊 我也赔了款 这都是你自找的 我要你全家都得死 臭到是你也得死 眼见怨气冲天 李星河再次结印 通宝灵件第一层 失魂走 只见金光四起 无数胡咒凭空出现 李星河一跃而起 一把将灵魂本体抓了出来 只有一个头的灵魂体 就这样被李星河抓在手中 拔去了其中的怨命 随后带着离开 不对啊 说好给钱的呢 他们真的不给钱了吗 一张纸直跌让屌子逆袭成百万富翁 曾经的富二代却当街裸奔 一切都要从一个网友说起 回到家后的李星河 看着两个女鬼争论吃骨 吵闹不停 奈何自己修为太低 每次只能束缚一时 只能想想别的办法 不然会被他们烦死 李星河只能上网求助 表示提供线索者 奖励新款手机一字 整日守在论坛的老天师 此刻坐不住了 本仙可教你一套 能将鬼魅困住的阵法 你说的手机是百花仙子同款的吗 看来老天师还不知道 他的通灵宝建在我这里 是的 我马上给您闯过去 老天师收到手机后 也立马传送来一套阵法 使用过后 将两只女鬼困在了其中 再也不用听着他们吵闹了 世界一下子清静了 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次日一早 昨天刚帮解决掉 被女鬼纠缠的和老板登门拜访 对于昨日的事情表示十分的感谢 自己有眼不识泰山 恳求李星河的原谅 同时邀请李星河去一趟公司 在谈下合作的事宜 李星河也爽快地答应下来 虽然昨天谈合作事被人赶不出来 但是没办法 没钱要什么尊敬 来到公司后 再次见到了想要收购公司的富二代张小军 富二代咄咄逼人 一个卖手机的有什么破配方 都是胡编乱造的垃圾 信心满满的李星河指着被丢在地上的配方说道 张小军把你的臭脚摸开 这可是价值上一个配方 惨坏了你赔不起 富二代也来了兴致 你可真敢吹牛 要是这颗方子有效果 老子立马给你一百万 但是如果没效果 你要给我下跪磕头 永远离去这 软心大气的李星河也提高赌注 如果你输了 除了给我一百万 还要在外面这条街上裸奔一圈 你敢吗 被激怒的富二代怒发冲冠 老子会怕你这个点死 两个小时后 通过配方制作出来的样品送进了办公室 现在需要一个人去试验了 找来了宝蝶大鱼 本身就是老脸珠黄 都是雀斑的老阿姨不担心 同意来做试验 毕竟在他这里 鬼容相当于整形了 浓郁的香气随着涂抹在脸上的面霜四散开来 香气也让周围的几人沉醉于其中 难道真的有效果吗 一声大叫后 几人赶忙上前查看 原本丑陋的老阿姨 一时间 脸上的雀斑皱纹都消失了 变成了花季少女 看着如此夸张的效果 和老板一蹦三尺高 发财了 公司有救了 富二代也不禁晕倒过去 这怎么可能 你先别晕 把钱错了再说 对了 晚上还要看你的表演 富二代也算是说话算话 直接将一百万赶给了李星河 一百万啊 我终于有钱了 可以做想做的事 爱想爱的人了 本就没指望富二代 真的会去罗根的李星河 没想到夜晚 富二代在警察的追逐下 带着面具在大街上罗根飞起 是什么让富二代 如此爽快地接受罗根的挑战 是因为他需要释放自己的天性吗 男子坐拥百万 却在酒吧被妹子嫌弃 就在刚刚一穷二白的李星河 得到了打底迎来的一百万 幻想着以后只醉惊妮的生活 等他配方的面双上线 至少还会得到一半的提成 目前最重要的是 更大力度地去推广 李星河不禁想到 利用网络去宣传产品 把百花仙子的视频 发布在各种短视频上 一定能收获不少的热度 也不用担心神仙告我情权 而此刻好友刘顺打来电话 邀请李星河一起去酒吧泡妹子 而一夜暴富的李星河 也正想出去潇洒一下装个鼻 告诉刘顺去更高级的转世酒吧 不听刘顺的质疑 直接挂掉了电话 看着价格昂贵的酒水 刘顺一时泛起了头 李星河怎么还不来啊 不愧是在耍我吧 我拿他当亲哥 他拿我当表弟 而一旁同行而来的妹子 看着在那么多人面前 如此丢脸的刘顺 心中也大为不满 你不会是没带钱吧 约我们来完自己却不带钱 你不会是想让我们掏钱吧 不得不说身为穷脚丝的刘顺 能约来好几个妹子 也真的是厉害 正在一筹莫展之时 一位自称经营了几个化妆品店的白毛 前来邀约 面对金钱的诱惑 几名女子也随之而去 而后李星河才姗姗来迟 当问及邀约来的妹子在哪时 此刻的妹子早已在其他人的身上扭动着身躯 清楚了事情的经过 身价百万的李星河直接拍下最贵的酒水 迎来全场的关注 离开的几个妹子此刻长子都毁清了 不会吧 是我眼瞎了 看着要被别的妹子节足先登 女子舔着大脸又找回来 对之前的行为道歉 本就是完了而已 也就并未放在心上 又不是娶回家 能跨过就完了 而被抢走妹子的白毛也不干了 在送走刘顺后 白毛带着众人盯上了李星河 小子 今晚很出风头吗 连我看上的人都敢截胡 而后也不多废话 大打出手 而几人又哪是服用 仙丹强化过身体的李星河对手 一瞬间便都被打得鼻青连肿 被打哭的男子 还想找大哥为自己报仇 怎料背后大哥竟是何老板 当听到对方是财神爷李星河时 何老板怨气冲冲 你给我去死吧 次日何老板给李星河打去电话 表示自己没有约束好手下 诚恳地道歉 李星河也并不在意 他们几个的医药费我就不赔了哈 李先生没事就好 其他的我来解决 正在打电话时 一位前突后翘 气质凛然的妹子走了进来 你就是李星河吧 听说你会抓鬼是吗 男子为了得到钱 竟然想从鬼差手中抢人 就在刚刚一位恶魔多姿的女子 走进李星河的手机店内 我是唐小师 听说你会抓鬼 李星河看着眼前的女子不由愣神 这相报身材跟于婉秋有一拼啊 只见女子到处 自己是唐氏集团总裁的女儿 自己的爷爷病重 迟迟找不到原因 如果你真的会抓鬼 我可以付给你一千万 听到这里 李星河不禁被这价格砸晕 一千万来一千万 一生一世花不完 唐小师再次说道 这一千万只是定金 事成之后再给你一千万 此刻的李星河不由拜倒在白富美的十六群下 而唐小师则表示之前也只是听说你会抓鬼 你需要证明你有这个能力 我才会给你钱 这一刻 养在房间内的两只鬼怪有用处 只见李星河手指一点 金光乍现 帮唐小师开了天眼 感受着房间内阴冷的空气 回头望去 只见一只飘浮的头颅出现在眼前 急忙后撤的唐小师 再次被长蛇女鬼抓住 一瞬间 恐惧站满全身 直接吓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的唐小师 此刻已不再怀疑李星河的能力 直接转了一千万做定金 你已经证明了你的能力 你可以跟我走了 看着收到钱的李星河 兴奋的手舞足蹈 唐小师不由暗暗感慨 财迷 色鬼 和爷爷怎么推荐这种人给我 唐家别墅内 一味道人挥舞着手中的木剑在做法 此刻唐家众人聚集于此 然而都是等着唐老爷子快点隔屁分家产 只见同样被高架请回来的 道士不由装神弄鬼 一阵比划过后 不由说到唐老爷子是因为小鬼缠身 本作已经小鬼锁定 这就把他揪出来 一阵咒语过后 一只黑色的野兽现身在眼前 各位请看 这就是祸害唐老的小鬼 已经被我施法牵住了 众人此刻也不由钱来褒奖 陶大师不愧是我画下真神仙 道士也不由再次说道 唐老年事已高 剩下的事情只能交给医生处理了 这样一来 钱到手了 至于死活 自己也脱离关系了 此刻的李星河也正好赶到 看着眼前的表演 不由嘲讽到 大师真是好演技 变个戏法几千万道手 真是佩服的五体脱地 此刻的陶大师还在反驳脚电 然而刚刚的怪物黑影在李星河的手底下 不由献出原形 金光过后 只是一只小狗 大家看见没有 这只不过是有人在装神弄鬼 我还以为大师有什么高级的法术 原来只是这么低级的障眼法 而此时的大师也不服气 既然你一口咬并没有小狗 那你解释一下唐老身体为何会如此虚弱 只见李星河淡淡地说道 天命所归 大献将至 听到此话 唐家众人不由开始内讧 一些人开始张罗得要分起家产 而李星河却微微一笑 我说了天命所至 可没说就不了了 小子 我还想逆天不成 你说对了 我还真想试试逆天的感觉 然而此刻阴风袭来 只见身后果然出现了鬼差 李星河能否逆天改命 从黑白无常中 抢回唐老呢 竟然被骗了这么多年 原来黑白无常竟是一男一 然而他们又是什么关系 是蒙妹子和她的男闺蜜吗 就在刚刚 黑白无常前来勾魂 本是一直在传说中的人物 现如今就站在李星河的眼前 被金钱蒙蔽双眼的李星河 再也没有敬重鬼神一说 上前阻挠鬼差勾 随着一声助手 黑白无常转身问道 你是何人 敢阻挡鬼差办事 然而一旁的白无常 看着眼前的李星河 顾由陷入花痴 黑哥哥 莫非是我美丽的面临 引起了他的注意 不过这小子身上 却没有半点心意气 不像是天庭的人了 看着即将完全离体的魂魄 李星河顾由双手抱拳 两位大人 在下李星河 还请高抬跪手 放过此人一口 然而鬼差冷漠回应 无知的反应 敢管地附的事 活得不耐烦吗 他的灵魂还没完全离体 二位现在不能动手吧 对于李星河的质疑 黑无常回应道 那又如何 唐星里阳寿已尽 哪怕神仙来了也没用 只要是我们想抓的人 还从没有失手过 是吗 那我今天就开个先例 说吧 李星河伸手 企图将唐老的灵魂按回本体 怎耐不起丝毫多人 哈哈 区区凡然 还妄想逆天行事 没有理会黑白无常的嘲讽 李星河掏出手机 去天机宝东求助 一个人的灵魂即将离体 有什么办法从回体会 看着孙大圣说起 一棒子敲回去 就行了各种不靠谱的言论 李星河不由翻起白眼 这帮神仙 整天没个正经 然而有过交易的老天使 却发来消息 用黄魂丹即可 李星河仿佛抓住救命稻草 天使 哪里可以找到黄魂丹 而老天使先是说起 这种低级丹药 仙剑没有人炼制 乃是绝盘物品 随后说自己恰好有一颗珍藏 趁火打劫 张天使果然名不续传 交易完成 黄魂丹豁然出现手中 见此 黑白无常不由一慌 哇 这是黄魂丹 这种丹药人间 怎么会有人炼制 快阻止他喂药 然而等黑无常扑过来 想要阻止的时候 为时已晚 李星河将丹药送入唐老嘴内 丹药入口即化 人坡再次回体 对不住了二位大人 此时无计可视的 黑白无常也只能转身离开 临走之际不由放下好话 此时我会上报地府 李星河 你敢逆天而行 插手地府办事 麻烦大了 阻拦鬼差的李星河 会被打击暴富吗 又会遇到怎样的麻烦 修仙的你面对热武器 你会如何应对 是伸出两根手指接住子弹 还是跪地求来 就在刚刚李星河 从黑白无常手中 抢回了唐老 鬼差临走之际 更是放下狠话 敢插手地府办事 你麻烦大了 被救回的唐老 更是对李星河万分感激 此刻正恨不得 把亲子女送给对方 而此前嚣张跋扈的假刀士 更是跪在地上 祈求拜李星河为师 正当唐老 有意撮合孙女二人交往之际 笑话于婉修发来消息 我好像坐到飞车了 感觉到事情不妙的 李星河赶紧告别 急匆匆地离开 而唐小士也自发当起司机 好奇什么样的女子 会让李星河如此着急 就在车子行驶的过程中 李星河目光一闪 看见了身旁车辆里 被平绑住的于婉修 追上那辆飞车车 白富美不禁疑活 你确定她就在那辆车里吗 车速这么快 你怎么可能看得清 不会看错 我服用过丹药 身体各方面都变强了 包括视力 听到此话 女司机唐小士不由浮想联天 双脸一红 各方面 也包括那方面嘛 随着飞车 来到了一处僻静的房屋 当打开车门 发现人已不在车内 随即走向旁边的居民楼 走进婚案的房间内 一旁的唐小士不由地靠向李星河 真没想到 我唐小士居然会陪一个流氓 设计来整她的女人 看着房子内散落一地的女性衣物 不由担心起于晚秋的处境 这么多女性的衣物 难道是和女生失踪案有关 然而来不及多想 二人便被一群人围了起来 哼 难得弄死 女的留下 看着一旁下的颤抖的唐小士 李星河不由安慰到 不用怕 一会该求爷爷的是他们 对于众人的围殴 强化过身体的李星河毫不慌张 一群人一个小他菜 一脚一个小垃圾 正当李星河以为轻松解决掉了 怎料对方不想我们了 一个黑洞洞的枪口对凑了自己 尽管强化过身体 但还没有达到 刀枪不入地步的李星河 只能举手投降 大哥 我可以跟你做个交易吗 车里那个你我不要了 现在再送你们一个 放我一条生路可以吗 我想加入你们 加入你们这样伟大的堵质 一直都是我的梦想 可惜一直没有渠道 今天我算是可以梦想成真了 此刻举枪男子 也被李星河这一番操作者梦圈了 随着一步步的靠近 正当持枪男子大意之时 李星河一把抓住了对方的手段 你这么耍我 很想控制住枪支的李星河 怎料意识脱手 不由被男子开枪射伤了自己的肩膀 此时命悬一线的李星河 又该如何面对接下来的局面 两位美少女为一个群屌丝正宫赤醋 只因男人有了非凡的记忆 就在刚刚李星河被劫匪开枪射伤了自己的肩膀 就在这命悬一线的时刻 外面响起了警银声 大哥 不好了 李星河二人告诉众人赶紧撤退 看着离开的劫匪 唐小诗一把扶住李星河 问起你刚才真的要把我送给流氓吗 李星河回答道 我傻呀 真好把你卖了 他们要知道你这大小姐脾气 我不是死得更快 讨厌 唐小诗也不禁羞答答起来 这家伙看起来也没那么坏 此刻的唐小诗也对李星河产生了好感 来到二楼 李星河找到了被绑起来的余婉秋 解开绳索后 于婉秋一把扑在了李星河的怀抱中 李星河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看着一边亲密的二人 白富美不禁吃错 自己好像有点多余了 等到警察到达现场 此刻劫匪已经逃离 通过现场迹象来看 差不多可以断定最近的少女连环失踪 爱与他们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幕后一定还有更大的害羞 看着张警官额头的黑雾越发浓郁 李星河暗暗吃惊 难道是大吉江之马 而此刻的唐小诗与于婉秋见面后 也开始阴阳对话 你就是于婉秋小姐吧 果然是个大美女一位 难怪李星河冒着风险也要来救你 此刻的于婉秋也不禁吃错 肤白貌美 魔鬼身材 居然背着我勾搭豪门千金 豪你个李星河 但是我于婉秋绝不输气势 呵呵 唐小姐过奖了 我只不过是天生励志 老天给了富豪皮盲儿 其实我根本就不在意 呵呵 这是在跟我玩凡尔赛吗 谁怕谁 哟 羡慕姐姐的天生励志 可惜我家族上基因就好 长得好看也是因为遗传 对于反驳 与婉秋再次比平等 看来唐小姐也是老凡尔赛了 其实我也没那么好看 也就是从小到大都是笑话而已 唐小师此刻也不甘示弱 真羡慕姐姐 我连凭笑话的资格都没有 因为学校都是我家开的 每天排着对向我送花的人 其实让我很烦恼 我就没这种烦恼 因为我的保镖不会让他们靠近 对于二人的针锋相对 齐逢对手 此刻的李星河毫无顾忌 早已躺在地上 再不送我去医院 我的血就要流干了 等李星河再次醒来 已经是第二天 而此刻百花仙子发来了消息 表示七仙女要购买手机 快将七部手机传过来 而此刻不能离开医院的李星河 立马嘴托好友刘顺去店里 将手机送过来 看着电视里正在播报着 今日一位美若天仙的少女走红网络 而名称正是李星河发布的账号 我靠 李星河也没想到 自己只是转发了百花仙子的视频 居然一下成了一线网络 看着网上众人都开始模仿自己的视频 火得一塌糊涂的 自己看来得找百花仙子多样点视频了 当网络红人脸去世时 栽赃陷害你背里 对于网报 你会如何去应对 刚刚在医院苏醒过来的李星河 接到了百花仙子发来的消息 称七仙你要购买手机 李星河立马联系好友刘顺送手机过来 来到病房的刘顺 看着瘫倒在病床上的李星河 不由急切地关心道 怎么了 你这是被人打了吗 李星河为了不让刘顺担心 隐瞒了事实 只是淡淡地说了句 没事 只是走夜路不小心掉坑里 看着一直陪伴自己的好友 李星河也不由为其前程考虑 介绍他去伊兰公司去当销售总监 为刘顺安排好未来的工作 等安排好一切事以后 刘顺准备离开医院 此刻在医院的走廊上 一位女子正在网络直播 宝宝们 月月明天就出院了 大家祝福我吧 镜头前的女子正卖弄得风骚 而此刻刚刚出门的刘顺 也正巧撞在了女子身上 看着被自己撞到的女子 刘顺连忙道歉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然而网红女子却不依不饶 如果道歉有用的话 还要警察干什么 只见女子起身后 依旧咄咄咄逼人 在直播间大放厥词 宝宝们 月月刚刚被人飞离了 看着此刻直播间内热闹起的网友们 网红为了保持刚高的热度 不禁将镜头直转照到刘顺身上 就是他 就是这个人非离我 我不是 这就是个意外 只是不小心撞到他的而已 即使刘顺极力狡辩 但键盘侠们却不猛 一脸都猥琐了 果然不是什么好人 对于网络暴力 网红丝毫不在意 继续在直播间装可怜 而此刻的刘顺也反映过来 你是在利用我刷人气 静音后的女网红也谈 是啊傻 还知道啊 被冤枉的刘顺一把扑上 企图抢夺手机 想要解释清楚 还自己的亲爱 女主播更是演技赏身 大喊非礼 叫声引来了护士 以及病人的注意 将刘顺挡成了流氓打倒待遍 其中更是有一个脑残粉 激动地为女主播跃跃出头 刚刚传送完手机的李星河 听到外面传来刘顺的叫海声 急忙跑去查看 只见此刻的刘顺 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啊 大喊住手 对于造成如此势态的网红跃语 此刻也准备逃离 把我兄弟怒成这样 就想跑 然而女主播却无丝毫哄 她撞到我们 这是她最有应得 正当李星河上前理论 女主播再次翻转摄像头 哥哥们 那个坏蛋的同伙来了 他们一块欺误我 看着眼前继续在装除出可怜的女网红 以及网络上开始各种攻击的键盘侠 李星河又该如何应对此次的网络暴力 你见过这样的护士吗 低胸吊带 一半球体暴落在外面 直到大腿根部的连衣裙更是侧边太长 如此诱人的女故事前来给你测量体温 询问你是否发烧 你会怎样做 对于网红月月的诬陷 李星河看着头顶的摄像头 瞬间有了足异 只见李星河一脸邪笑 小丫头 让我教教你做人吧 通过白富美唐小诗找到医院高层 调取了监控录像 我调查了一下 那个小月月是平台力推的网红主播 旗下粉刺百万 就算你把监控视频传到网上 影响力也盖不过她吧 而李星河语气坚定 这个你不用管 我自有办法 谁管你了 要不是爷爷叫我来看看 我才懒得搭理你 此刻的唐小诗也是一副娇羞小女人的姿态 同时拿出一把车钥匙 送给了李星河 李星河看着手中价值百万的车钥匙 不由激动 我也有大奔了 然而兴奋不过三秒 刘顺打来电话 星河 不好了 你的手机店被人砸了 原来小月月的粉丝太过疯狂 不仅网报 还人露出地址 砸了李星河赖以生存的手机店 事前如命的李星河火猫三丈 他喵的 河神不发威 你当我是河豚吗 太过分了 那就别怪我一包之暴 之前转发百花仙子的视频 在网络大火拥有千万粉丝的李星河 此刻登陆平台账号发布动态 不是河神 也是你们要找的李星河 我来告诉你们真相 本是网络大火又神秘的河神 监控视频一发布 立刻引来网上诸多热议 了解事情真相后的网友 此刻所有的矛头倒向了小月月 而另一边不知所以得小月月 还在参加着网红活动 正要关注直播动态的小月月 此刻不由大惊 本是受人追捧的自己 如今成了众人讨伐的对象 百万粉丝更是直接消失殆尽 关闭直播后 领导立刻打动发询问情况 小月月 你知道对方是什么人吗 那可是河神 河神手上有最火爆的神仙姐姐资源 所有公司都想签他 你竟然去惹他 现在平台准备封杀你的账号 公司原本打算碰你出道 关键时刻你竟然自己作死 如果你不想量量 你只有去给河神道歉 让他删除视频并澄清这是一个误会 如果有必要 你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不惜一切代价吗 回我前途 我小月月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咱们走着瞧 夜晚 一位身着吊带连衣群的女故事走进房间 先生 应该测体温了 看着眼前衣服都遮挡不住的突出身材 对于如此性感妖劳的女故事 李星河不由浮想连篇 哎呀 对不起 刚刚不小心滑倒了 只见女故事一把扑到李星河身边 对于此刻近在咫尺的女故事 李星河又能走把握的中 你见过这样的护士吗 低胸吊带 一半球体暴落在外面 直到大腿跟部的连衣群更是侧边太长 如此诱人的女故事上来要白点 你会怎样做 对于极具诱惑的女故事 李星河一把撕开了口罩 只见居然是之前的女网红小月月 此刻被认出的小月月 也拘公道歉 对不起何神 我是来给你道歉的 一脸竹鸽像的李星河一边擦着口水一边问道 你想怎么道歉 见此 小月月不由跨身而上 只要何神肯原谅 让小月月做什么都可以 对于此刻赤裸裸的诱惑 李星河脑海中此刻正在做着激烈的斗争 这可真的不是我主动的 当禽兽 还是禽兽不如 然而正在做着思想斗争的李星河 余光中发现一旁的瓶子上似乎有一个摄像头 一把抓了过来 好了 你解释一下吧 见到事情带露的小月月也只能坦白 自己只是想拍几张轻易的照片 以此要挟你删掉视频 并发声明澄清一下 求求你了 因为视频的事 我快被公司解约了 如果你不删视频 我就扫定了 对于不断道歉的小月月 李星河不为死 就凭你之前的所作所为 我是不可能原谅你的 相反 我还要拍两张照片传到网上 让你彻底走 而此刻小月月的经纪人打了电话 是问着何神那边搞定了吗 再搞不定你就等着被解雇了 别忘了你爸还牵着一屁股债 你妈妈看病还需要花钱 你弟弟还在上学 要是何神不删除视频 你就给我滚蛋 挂了电话后 双眼泪光的小月月说道 对不起 我不会再打扰你 我这就离开 一旁的李星河 看着此刻失红落魄的小月月 也不原心来 等一下 我已经将视频删了 并发文解释那是一个误会 这件事到此为止吧 你是在可怜我吗 不是 你已经陷入绝境 如果不拉你一把 我怕你会去祸害别人 此刻的小月月不由被打动 放心 欠你的人情以后会团你的 外表长得可爱 为什么非要走外路子 第二天李星河出院 唐小师送来了李星河的新车 跟着唐小师正在试驾的李星河 碰巧遇到了前来接李星河出院的余婉秋 余婉秋看着与白富美在豪车上的李星河 不由心灰意冷 本以为她是个努力上进的好青年 没想到只想着入坠豪门吃软饭 是我看错人了 我真傻 丢弃掉手中的鲜花 转身便要离开 李星河刚要解释 余婉秋冷漠地说道 不好意思 李星河打扰你做追寻 说着便离开了 男子在陌生女孩昏迷之际 伸手脱掉了女子的衣物 不料女子醒来 非但没有拒绝 反而主动脱了上去 只是因为长得帅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 就在刚刚一新到拜李星河为师的道士 陶子明接到李星河 邀请一同去参加道教协会的交流会 原来十年前陶子明输给了一个老对手 希望这次能靠着李星河转回面 正在谈论的时候 只见身后女人边拦着一位男子 对不起先生 没有邀请还是不能进入的 男子冷漠达到 既然是道教交流会 有道法的人就应该进去 要个屁的邀请函 女子礼貌地解释道 可是先生 您有没有道法 我们也看不出来啊 男子顿时恼羞成怒 那我就证明给你看一下 话音刚落 女子就浑身颤抖 感受到身体异常的沉重 仿佛后背上坐了个人 小丫头 这下知道我有没有道法了吧 一旁的李星河再也看不过去 抬手间 回去附着在女子身上的义气 扶着女子问道 你没事吧 看着李星河出手 黑衣男子不由嘲讽道 我教训一下不长眼睛的人 与你们合担 这位道友真是年少风流啊 别误会 我只是看你不爽 在如此剑拔弄张的时刻 管事人出现 黑衣男子也介绍起自己 我叫吴海 没有邀请函 请问可以进去吗 八面玲珑的管事人立马说道 既然是修道之人 吴邀请函又有佛房 说着便引领男子走进去 化解了此次的冲突 然而刚刚中招的女子小临 再次晕倒再病 因其牺牲 情况有些危险 快带到房间里 我给她治疗 带到房间后 李星河伸手解开了女子的衣服 小说中传递真气都要解开衣服 应该没毛病 随着李星河用真气 去除女子身上的阴气 女子清醒过来 清醒过来的女子不由大惊 你怎么在这里 是你把我衣服脱掉了吗 李星河刚大的解释 你刚才被倒数所伤 我用真气帮你去除体内的阴气 话还没怎么说完 女子脸上通红 直呼好热 看着李星河两眼放光 糟了 难道刚刚用力不猛 激发了他体内的荷尔吗 此刻的女子已经爬在李星河的身上 哥哥刚才救了我 小林无以为报 只能以身相许 小哥哥 你就不想帮我解开剩下的衣服吗 面对妹子的热情似火 李星河深知这里不合适 虽然身体很诚实 但嘴上还是拒绝的 此时哪句话最适合男主此时的心境呢 是对不起 我从小接受的教育不支持我这样做吗 还是我本想大声呵斥的 可是她是在太大了 女子被人脱光衣物捆绑起来 随后卫下不知名药物 事后却什么事情都不记得 就在前不久女子中了血 李星河为了逼出其体内的阴气 只好脱光了女子衣物 怎料由于刚刚用力不猛 激发了他体内的荷尔吗 女子不由动情爬上李星河身上的白鸡 请注意你的言行 你在这样我可不控制不住 千钧一发之客 门外传来的敲门声 原来崔会长听闻有个女子对物声便过来探望 正在爆发边缘的李星河只好说起 先别进来等我三分钟 片刻后走进房间的二人 看着床上只穿着内衣病大汗淋漓被捆绑起来 不由暗叹年轻人真会玩 李星河尴尬的解释 由于刚刚自己用真气给他去除阴气 不料用力不猛产生了一些副作用 看着尴尬的李星河 崔会长不由暗想去除阴气用脱光衣物吗 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 会长抛出丹药 我这里有一枚丹药 服用之后可消除影响 将丹药喂下后 片刻后女子恢复理智 对于刚刚的事情也忘记脑后 我刚才是不是做了什么羞耻的事 李星河也只是红着脸安慰到 没有你刚才只是做了个梦啊 现在没事了快回去吧 对于刚刚那三分钟到底发生了什么 女子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或许只有十个月后才能知道 谢谢你李大师 你的大恩大德林静明记在心 转眼间到家交流会议开始 而彼氏的项目正是隔空取物 根据索取之物的重量来定夺圣诞 师傅 我当年就是栽倒在这一桶水上 输给了老张筒 既然五十斤已经是极限 那一大一小两分顶岂不是成了板设 是啊 每次交流会放在那里几乎就没动过 此刻场上的众人纷纷上台尝试 随着重量的不断提高 上台的人逐渐减少 众人不由议论纷纷 都三十斤了 谁还赶上去试啊 这届冠军非他莫数了吧 而此刻黑衣男子 我还不由说出一句垃圾 引来众人不满 你竟敢说长生大师是垃圾 只见男子不顾他人的气氛 淡淡地说道 各位不要误会 我不是针对长生大师 我的意思是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看着众人的指责 男子没有解释 只是走到重达一百斤的小顶面前 各位垃圾看好了 随着一生气 只见同位有人举起过的小顶服务空中 众人不由大惊 他真的举起来了 而这一切只有李星河看出男子在做 不过是在驱使灵魂在帮自己扛 而一百斤的重力已经是灵魂的极限 我的表演到此结束还有人不服吗 看来整个道教协会都是垃圾 谁赞成 谁反对 对于来砸场子的男子 接下来会发生怎样的故事 自古生死自有定律 然而只是凡人身躯的男人 却阻挠黑白无常勾搏 而鬼差却只能灰溜溜地离去 究竟是什么样的身份与背景 男女弟子叫板 就在刚刚在道教交流会上 一名陌生男子侮辱在场的都是垃圾 会长为了不受此屈辱一人出手 老夫十年未曾出手 今日破例是为了证明道教协会 乃是当今华夏龟口 并非三教九流之辈 在众人的喝彩声中会长走上前去 运起全身真气试图搬起小鼎 然而小鼎仅仅是刚刚被抬起 会长见一口鲜血喷出 小鼎也随之落地 见此男子更是嘲讽道教协会狗屁不适 对于男子的咄咄逼人 本不想出手的李星河也最终站出来 让我来 眼见李星河直接走过小鼎 奔向重达三百斤的大鼎去 走到大鼎面前的李星河 回响着通灵堡建重的玉物术法 以蒸汽感受着物品的运行轨迹 运起全身蒸汽于物 陆寒一升起 指尖大鼎悬浮于空中 远远高于头顶 刚刚还在看不起李星河的众人不由大惊 他真的举起大鼎吗 难道他已经到达了仙天境吗 此刻的李星河也是憋得满脸通口 他娘子 这玩意确实挺成快扛不住 刚刚嚣张至极的吴海也不由暗想 我还真是小看他了 小看了这个道教协 李星河我记住你了 对于刚刚举起大鼎的李星河 此刻也受起众人追捕 而刚刚的会长更是不要老脸跪地膜拜 恳求拜李星河为师 此时于婉秋打来电话 让李星河回一趟公司 有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回到公司后 还在因为唐小师而生气的于婉秋不由嘲讽 你那个土豪女友 怎么没一起过来 看着满脸醋意的于婉秋 李星河也解释到婉秋你误会 不是你想的那样 于婉秋拿出一份文件说起 我今天找你是谈工作的事 为了宣传新的面霜 公司将要和著名经纪人陆葵合作 打造一个选秀节目 并邀请李星河以和神的身份担任评委 另外还请了当红艺人欧阳浩给你答答 陆葵不是小月月的经纪人吗 这个欧阳浩又是什么鬼 而另一边车里的陆杰 与欧阳浩谈论着李星河就是和神 是现在最火的网络 他手里有那几个仙女的资源 要尽最大努力拉拢他 同时警告着欧阳浩 这次选秀的女孩有几个我很看好 你给我老实点 而在另一边 曾阻挠鬼拆勾魂的李星河 不曾知道此刻的黑白无常 正在向一位大人汇报 尊氏 上次阻挠我们捉拿唐欣语的人已经查到 名叫李星河只是一个凡人 修为不到先天进 只见身披抖痛的尊氏回道 只是一个凡人怎么会有盲魂单呢 你们忙去吧 我去会问那个李星河 此刻的李星河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成为了地府的重点关注对象 女人为了得到这名男子 递出空白支票让男子随便添 然而本是见钱眼开的男子却一把嗖 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 但总有一些是金钱无法衡量的 此刻正在房间内的李星河 正在拍仙子的马屁 仙子 您和七千里的视频在人间火了 现在粉丝都上千万了 此刻的百花仙子也不由喜上眉梢 还是你们凡人会审美 天庭这帮老光棍 说我是千年老妖婆 气死我了 拍完马屁后 李星河不由提醒仙子有更多卖点手机 自己想在天机榜中带布满些东西 提升一下自己的能力 放心吧 现在好多神仙都问我要了 正当李星河在与百花仙子聊天之际 一位丰满女子走了进来 你就是和什么 紧致的衬衫衬托着傲人的资本 来者正是陆魁 和神你好 我是这次选秀的策划陆魁 我想和你单独聊聊 我想签约百花仙子和七仙女 请你开个假吧 说着便将一张空白支票拍在桌上 价格你随便填 以我的能力 绝对能在一年之内 把他们培养成顶流 到时候你也会能力双手 然而一向见情眼看的李星河 哪怕十分行动 也还是一把撕毁的支票 不可能 本是信心十足的陆魁不由诧异 为什么 李星河也只能推脱 他们跟我说过这辈子 都不会给人打工的 给多少钱都不行 也就拍拍小视频 维持一下生活就可以了 所以就这样吧 陆魁上前一步再次询问 多少钱都不行吗 李星河则表示 没办法 有钱能使鬼推磨 可是他们的身份 是多少钱都请不到的 见到态度如此坚决 陆魁这好作罢 这是这次的选手名单 被圈出来的几个人 是我打算签约的新人 到时候希望和神走走后门 然而李星河翻看名单后 发现之前你自己在床上 有过肌肤之亲的林静 突然在名单中 这个陆魁逼得小月月差点卖身 要是林静签约给他岂不是狂 不行 我得赶紧去圈他退出 另一边欧阳浩找来林静来到房间 不知所以的林静询问着 欧阳老师您找我什么事 欧阳浩则一脸正经的宣称 我看过你的资料 之前没有表演的经验 所以我想单独指导你一下 指导 老师想怎么指导 只见欧阳浩将林静壁咚到墙边 另一只手勾起对方的下方 老师想带你演一场感情戏 欧阳浩也继续洗脑 想出道走红 不复书点东西怎么可能 说着便要上前亲吻林静 就在此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欧阳老师 陆魁老师让我给你送点东西 被打断到的欧阳浩 看一下吧 当欧阳浩打开盒子的一瞬间 不有脸色巨变 一下子探倒在里 曾在一张床上有过肌肤之亲的女孩 现如今要被其他男人前规阻 这令她感到非常愤怒和不紧 她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成为这样的结局 就在刚刚欧阳浩企图对林静前规阻 而后被乔装而来的李星河打断 这有名的一个包裹 怎料打开包裹后竟然是一颗头颅 正是李星河家所养的无声小鬼 此时的欧阳浩下滩在地 由于没有给林静打开天眼 所以林静并未看到鬼 盒子里什么都没有啊 她怎么吓成这样 欧阳老师不是在教演戏吗 我也想学习学习 此时的李星河脱去乔装的衣物 对着爬在地上的欧阳浩摩拳擦掌 不演了不演了 求求你放我出去 这可不行 你不想教 那就让我来教你吧 说着李星河便挥舞出拳头砸了过去 结结实实地垂到了脸上 咱们来演动作戏 随即又一脚便将欧阳浩踢飞 躺在地上的欧阳浩不经发问 你到底是谁 我可是依然公司高架起来的 打了我女傅的起责任吗 那又怎样 我是和神李星河 你给我滚 在李星河的叫骂声中 欧阳浩躲门而高 而此时的林静一把扑入李星河的怀中 刚刚可吓死我 看着稳定下来后的林静 李星河安慰着 建议着林静不要再参加本次的选择 反正我是评委 到时候我把你淘汰就行了 你就先在这里再待几天吧 而林静双手一把握住李星河 我不想住在这里了 我担心你的欧阳好 要不我去你家住吧 这 这不太好吧 怕什么 上次你不是都跟我住过一次了吗 对于妹子的吉利要求 眼见妹子已套在自己怀里 李星河不由动摇 一定要冷静 千万不能带她回家 就算带她回家也不能睡一个房间 就算睡一个房间也不能睡一张床 就算睡一张床也不能 来到李星河家中 林静一副家庭主妇的模样 我不会免费住你家的 我可以帮你洗衣服打扫卫生做法 正当李星河浮想连天之际 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美好的幻想 打来电话的正是于婉秋 粗意大发的质问着李星河 我听说你去酒店里看选手了 而被抓小辫子的李星河 立马跟起瞎话 你听谁胡说的 我明明一直在手机店 先不说了 今晚生意太好 没时间跟你说话 挂了 而将一切看在眼里的林静此时也明白 自己与李星河认识那么久 还只是好朋友 喜欢她的话 自己也从没说出口 而现在李星河已经有了心仪的人 自己也不想去打扰她 只能默默地告别了李星河 自己心仪女孩突然登门拜访 女孩不顾及家中的另外两个女人 直接亲了上去 寒情默默地望着你 准备当着别人面给你伤口 第二天发布会开始 由于前一天 欧阳浩要潜规则李星河的铁制被暴揍 今天不再参加活动 因此引发了众多欧阳浩哄思的不满 直言退化 此时的李星河为了维持局面 也是赶鸭子上家 准备自己登台演出 而知道自己精良的李星河 不由找自己的神仙网友求助 有没有那种试完唱歌 非常好听的仙丹在线人体 神仙女网友也是立马满足 李星河的要求安排了一波 果然有后台就是香了 吃下仙丹的李星河信息十足 我是河神 我给大家唱首歌 众人不由大惊 没想到河神本人这么帅 随着美妙的歌声 众人不禁被歌声鼓起 也算圆满化解了此次的危机 发布会结束 由于于婉秋昨日 感觉到李星河的异常 主动要求要送李星河回家 到家之后 更是要到家里去坐坐 李星河甘大的解释 这也太突然了吧 我还没做好准备 怎么了 不敢让我进去吗 不会是藏了什么女人吧 李星河不由紧张 怎么可能 我家里不可能藏着你 心中不由暗想 女鬼倒是藏着两个 可别给我添什么乱了 而于婉秋看着 李星河一言难尽的样子 一把推开房门 管你藏着什么人还是鬼 我一看便去 只听见屋后的于婉秋怒吓 李星河玩犊子了 难道他发现了什么 李星河快步跑向前去 家里没有人 电视却开着 还是女生最喜欢的韩剧 原来那两个女鬼 又在家里偷偷看电视 不知所以得于婉秋 以为有女生来过 不由发起了小女人脾气 婉秋 你等我几分钟 让我跟你说清楚 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必了 不需要跟我解释 我现在只想回家 两只小鬼眼看着主人 遇到感情危机 不由跟着着急 我们得想想办法帮帮主人 要是主人失恋了 咱们一定会成为出气筒 日子会更加难过 要是主人成功了 没准你高兴给咱俩放几天家 两只小鬼说干就干 李星河 你就不想挽留我吧 然而直男李星河眼里道 是你自己想走 我有什么办法 女人说走不是真的想走 拜托 眼看着于婉秋生气准备要离开 而李星河却也无动于衷 长舌鬼不由利用 七十米长的大舌头 一把缠住于婉秋的脚弯 使劲一拽 将于婉秋拽倒 一下子倒在了李星河的怀中 倒下的那一刻 两张嘴巴亲吻在了一起 咱就是说 影视剧中怎么总喜欢搞这种情节 不说男女身高差异 会不会有这么巧能嘴对上嘴 就是这样一撞 俩人眉牙都得磕断 此时的于婉秋压倒在李星河身上 眼泪汪汪的看着他 此时此刻按照正常剧本来说 接下来应该是付费内容吧 售价三十万的东西 花三百万买 是对钱有仇 还是纯纯的甘心当一名大冤种 此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打破了二人的尴尬 接完电话后的于婉秋不由颤抖 原来参加选游节节目的女选手 集体是否 而听闻消息的李星河 想起自己有过肌肤之亲的临近也在其中 立马告别于婉秋奔赴现场 此刻警察也在紧锅密捕的侦查 找到了绑架女孩的嫌疑车辆 然而周边连个脚印都没有 只有一滴鲜血 而每隔一百米都有一滴鲜血 一共九滴呈现九边形分布 见到如此诡异的情况 不得不请来大师过来帮忙 真人 找您过来帮忙有什么发现吗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九星明天大阵 类似于鬼打墙 咱们现在看到的未必是真实的 只有破掉阵法 才能看到被掩盖的东西 而大师则表示对于此阵法 修为至少要达到先天境 而自己却无能为力 然而此刻李星河赶到 让我来试试 李星河说起被绑架的人 总有我的朋友 我也很着急 给我十分钟时间 我来想办法 此刻的李星河走到一旁 找到自己的神仙网友老天师 天师有什么办法 能快速到达先天境 而老天师也是给出办法 我这有没丹药 吃下后分分钟突破先天境 实在是修身练习之良药 居家旅行所必备 那么这么神奇的丹药 天师准备卖多少钱呢 要是一般神仙 老夫也就卖三十万功德底 不过看在星河现有 现在急需突破先天境的份上 那就卖三百万吧 不愧是趁火打劫老天师 急于突破的李星河虽然肉疼 这周边的灵气急速会聚于身体 一声叫喊声中 李星河突破到了大多数人 一辈人无法达到的先天境 随即施展人气打破了阵法 阵法一破 只见身边出现一个洞口 想必他们应该就在这个洞里 走进洞中 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看着满地的鲜血 望向头顶 一具具尸体被吊在头顶 这 这是血魂镜 李星河感受着身边来自灵魂的惨叫 不知道囚禁着多少无辜的灵魂 只有破的这血魂镜 才能让这些灵魂得到自由 但自己又没有破解之法 李星河再次求助老天师 老天师得之后不由震惊 血魂镜奶上补鞋术 以少女的鲜血和灵魂为以 刺激修行者本身的灵力 以此尽成先天 这个鞋术太可怕了 是什么混蛋在用 你一定要把他毁 老天师可否传授一下破解之法 需要多少功德点都行 原本喜欢趁火打劫的老天师 此刻也赚了性子 要什么功德点 替天行道是本天师的本 稍等 我这就给你传过去 平时一向叩门的老天师 在大势大飞面前 还算是光明磊落 正在等待之余 一个人引一放而过 是谁 众人纷纷追上前去 可曾有人想过 有些人外表光鲜亮丽 然而被地里却坐着 诱骗少女的行为 就在刚刚追查少女 绑架案的李星河等人 来到一处洞穴 洞内的景象震惊所有人 一句句尸体悬挂于头顶 还没从震惊中走出 一道身影一闪过 李星河快步追了上去 随着身影一跃而下 只见眼前几名少女捆绑在地 林静不在这儿 别怕我是来救你们了 正当李星河上前去解绑 刚刚的神秘人 挥起板敲向李星河拍来 而已经晋级先天进的李星河 感知已经超越常人 侧身躲过了对方的喜机 同时一脚踢断了对方的武器 只见男子再次举起一块巨石 猛地砸了下来 然而刚刚晋升先天进的李星河 一拳将石头击碎 这就是先天进的力量吗 居然一点都不同 当李星河上前扯开神秘人的伪装 发现竟然是欧阳号 此刻的欧阳号也跪地求饶 并且说出原来在一年前 由于不规律的作息 发现自己有了衰老的迹象 而作为一个靠脸吃饭的偶像 这是难以接受的 而正是这个时候 认识了一个叫少主的人 他有一种可以让我永保青春的方法 不但皮肤恢复鲜嫩 甚至颜质还有所提升 而代价则是需要我把女孩骗到这里来 此时的李星河怒气上头 你说的那个少主是谁 我也不知道他真名叫什么 还有其他女生藏在哪里 少主把他们关在了旁边的二号基地 而另一边 分开行动的老道士遇到了吴海 哟 老东西 身体恢复得不错吗 吴海 这一切都是你干的 是又如何 我乃仙天静以下第一人 就凭你还能拦住我不处 不管成不成 老朽也不做事不管 老东西这是你这展望 说着吴海就奔着老道士心 正当老道士艰难抵抗时候 一只大飞脚结结实实地 踢在了吴海的头 李星河 你怎么也在 听说这里有个先天静下第一人 我想来试试 到底什么水平 此时的吴海也不尽认所 星河倒也 我的血魂镜还差最后一步 如果肯行歌方便日后必将十倍报答 我放过你那些被你残害的女孩 谁又放过他们 此时李星河再次挥起裙头 开启暴奏模式 而此时远处传来喊叫 李星河不由更新 怎么回事 然而吴海趁机也转胜消散 先不管他了 救人要紧 曾经有过基督之亲的女孩遭受搞架 找别的女人 跑过来的李星河见到了得救的众人 林静总算找到你了 林静更是一把哭入李星河的怀中 吓死我了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你是特意来救我的对不对 对于林静的热情伺服 李星河没有反驳 不由也不好意思地捞着我 李星河也看到地上躺着几名男子 呦 这不是上次开枪打伤我的亮哥吗 还没等我报仇就死了 此时身后传了一声叫喊 张队 醒醒啊 你千万别有事啊 原来就在刚刚碰到这群人正在转移女孩 于是发生了交火几个劫匪被击毙 但是张队也不信中抢 看着已经断了气的张队 靠医生肯定是指望不上了 如果按照通灵宝剑的办法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李星河不由支开他人 你和大师一起先带着其他人出去 我留下来陪张队 或许能想想办法 可是 对于小警察的犹豫 李星河再次说到你愿意相信我吗 信 李大师说什么我都信 说着便带领众人离去 只留下李星河和断了气的张队 李星河回想着通灵宝剑中有过记载 人刚断气之时 灵魂还没完全脱离肉体 此时如果用手段将灵魂逼入体内 然后注入灵气 让灵魂与肉体重新融合 或许还有复生的可能 虽然没试过 赌一把试试吧 此时李星河在身边摆好阵法 将张队放在中央 正在汇聚灵气之时 一道女子的声音响起 一天而为 不怕生死到消吗 谁 关键时刻的李星河不由张开眼睛 只见空中漂浮着一位红鱼女子 只见女子清脆的声音说起 收手吧 一天改命后果 不是你一个小小先天所能承受的 你是谁 好大的口气 连先天静也不放在眼里 也该不是个凡人 此时女子落地走了过来 喂 她是你什么人啊 你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去救她 她是一个好人 我必须救她 女子也不禁顽皮起来 哟 这个世界真的会有好人吗 我怎么就没见到过几个了 然后女子凑在李星河的耳边 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只因男子长得帅 居然让本事来抓她的地府大小姐 多甘心情愿帮助她 就在刚刚一位少女 来到准备一天改命去救人的李星河身边 李星河 一天而为你不怕生死到消吗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只见女子笑着说到 知道你名字很奇怪吗 你们杨坚的一切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杨坚 莫非你是地府的人 谁说的 我不是 别瞎猜 只见女子被看穿后不由尴尬的还想引人 既然能吸引地府的人过来 说明距临阵起作用了 想到如此 李星河更是加大力度 李星河你不要命了 你不怕天打五雷轰吗 见到李星河置之不理 大小姐脾气上来的女子也不再离婚 哼 不管你 一声爆炸声后 李星河一口鲜血吐出 女子一脸关切的上前 喂 李星河你怎么了 烟雾散去 只见本事断了气的张队张开了双眼 她现在很虚弱 你赶紧带她去医院 安排好后续 李星河起身走向洞穴 女子也不由跟上 好你跟李星河强行复活逆天改命 本座这就抓你回地府归案 早已灵力透支的李星河不由虚弱地说道 我还有件事要办 等我办完了你再抓我回去也不迟 女子红着脸 哼 肯定不是干什么好事 本座凭什么要等 此时只听洞内传说无数女鬼惨叫的声音 只见女子一脸恐惧 什么声音 是鬼吧 你一个地府来的还怕鬼 嘴硬的女子还在解释 切 我怎么会怕鬼 我只是狠了他们 天天看到那么多鬼谁不乏 三脸的女子李星河连忙解释 别激动我是来救他们的 他们的灵魂被束缩在这里不能转世 终日承受煎熬 如果没有人解救 只能等到全部消散才能结束 对于李星河的解释 女子不由孝道 李星河没想到你还是个好人 那个啥 我现在灵力枯竭 你可以帮我一下吗 对于李星河的求助 女子愤愤不平 那是你自己做死 想叫本座给你做普利 没门 不帮就不帮吧 废话真多 都是在地府爹的吧 李星河盘地而坐再次运起灵力 企图打破牢笼 奈何本是灵力枯竭的自己 根本难以承受粉饰 再次一口鲜血喷出 原本冷眼旁观的女子 也不由光心起来 我来帮你 随着女子的加入 很快锁住灵魂的牢笼打破 无数的灵魂得以解脱其中 看着眼前众多灵魂感激着鞠躬道谢 女子也不由说道 算了 帮人帮到底 我这就带你们去地府 给你们安排来生投一个好人家吧 李星河笑着看向女子 你不抓我回去归岸了 哼 再留你两天拱命 有空好陪我聊天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只见准备离去的女子挥手道 我叫秦薇薇 再见了 李星河 来自地府的大小姐 为何如此帮助李星河 是因为看上了帅气的李星河吗 当漂亮妹子向你提出 可以对她提一个要求 不管什么事都可以答应 你会选什么 此时老道士 正抱着李星河的大腿 求收自己为徒 放心 您不会白收我这个徒弟的 只要是师父想要的东西 不管是金银开宝 房子车子 没你问我 听到这里李星河不由一动 等等 真人的诚意实在令人感动 要不 话还没等说完李星河的水机响了起来 李星河的父亲打来电话 你母亲的病又重要 什么 我马上回来 星河呀 记得带对象一起回来 你娘要是看着你带着女朋友回来 没准心情一好 对身体恢复也有帮助 此刻的李星河不由苦恼 完了 爸妈还不知道我已经分手了 要是知道真相 我妈会不会病情更加严重了 见此情况 一老一少两位倒是不由动起心思 师父碰到麻烦了 咱们做徒弟的必须得帮一把 不就是你朋友吗 包在我身上 随即告别李星河 而此刻于婉秋走进手机店 李星河不由心思一动 如果能请婉秋假扮你我回家一趟 不就解决了吧 此刻的于婉秋红着脸说起 上次因为女学员的事 对你有些误会 是我的不对 哼 但是你别指望我道歉 你可以对我提一个要求 不管什么事我都可以答应你 于婉秋此刻心中不由安心 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这个傻瓜不会不懂什么意思的 然而大直男李星河根本没懂于婉秋的意思 一心只想着让于婉秋假扮你又跟自己回家 什么要求都可以嘛 那可真是太好了 婉秋你可以和我一起回家吗 见一下我的父母 然而不之所以的于婉秋还以为是徒位告白 星河我答应 然而好心办坏事的道士带着一群女人回来 只见各种款式的女孩 只要事故开头 马上就是女朋友 意不意外 惊不惊喜 这可是我俩费了好大劲才找到的了 此时的于婉秋怒气十足 这是你让他们找的 然而此时的小道士还在说 咦 于小姐也在啊 要不你也来看看 帮我师父挑一个女朋友 此时的于婉秋正处于爆炸的边缘 原来今天是你们师父选飞的日子啊 好呀 我也来帮你们挑一条 看着粗意十足的于婉秋 此时二人才反应过来 于小姐不用太挑 我师父就是挑个假面 回去哄哄父母 李星河也上前解释 婉秋你误会了 我爸非让我带着女朋友回家 是想让我假扮你的女友 是要婉秋你答应帮我 我真的太感谢你了 原来是这样 呵呵 是我想多了 再见 我今天确实不该来 此刻的大直男李星河 还没懂于婉秋的心思 望着离去的于婉秋 不由暗想 哎 不想陪我回家可以不去啊 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情 李大师只听身后一阵女声传来 林静 你怎么在这里 男子当街席兄 并告知你把握不住 女子却不以为意 原来就在刚刚送走于婉秋的 李星河转身看见了林静 对于见到曾经一起滚床单的林静 李星河不由暗暗老头 而此时的林静则表示 自己则是来告别的 自己已经决定签约入魁的公司 听闻李星河不由震惊 什么 你疯了吗 娱乐圈的水太深 不是你能把握的 而林静则表示已经考虑清楚 不想再做一个卑微的服务员了 然而心中却是暗想 如果自己可以做一个林星 或许自己和他之间的距离能更近一些 言罢 便转身离开 再见了 我的星河哥哥 转眼 李星河已在返乡的路上 心中不由思量自己一个人回家 该如何向父母解释 如果让他们知道 我现在是个有钱的光棍 会不会好接受一点 回到家中 打开家门 没有等到父亲的迎接 迎接自己的事受惊的攻击 和哭过来的小道士 好子明 你怎么会在这里 师父快进来 可不知我一个人在哦 走进房内 只见自己的好友 刘顺与老道士 正在一边包着饺子 一边争吵不休 你们怎么都在 小道士不由说道 这都是徒儿的主意 怎么能让师父 拧老人家一个人回家吧 同时小声说起 于婉秋也在了 转身看到 此时的于婉秋 正被自己的父母团团围住 问着家常礼物 并且话题已经延伸到 准备要几个孩子了 于婉秋只能当大的医护 对于于婉秋 父母十分的重要 却是真把婉秋当儿媳妇了 甚至于父母不由商议 要不找个日子 让他俩把婚定了 我明天就去找村里道士算算日子 不用找 我们就是划下最好的道士 两个道士把马屁拍得淋漓尽致 一把抓住于婉秋的手 小姨啊 你听见没 你跟我们家星河可真是般配啊 而一边的李星河早已目瞪口呆 这两个家伙真是太能忽悠了 眼见父母已经开始研究其彩礼 已经开始往出掏家底 躲在一边的李星河 不由想到父母为其操劳大半辈 自己不能再欺骗他们 正当李星河准备说出实话 刚走出来 然而李星河的母亲 却突然晕倒在底 是我不好 你妈一激动就犯病 我刚刚应该提醒她的 老道士不由上前说道 师傅 你把伯母带到卧室 咱们看看能不能治疗 呼呼一声巨醒 房屋一阵晃动 怎么回事 假扮的女友竟然主动提出 要住一个房间 并且说要在上面 就在刚刚 母亲晕倒 外面地点山摇 原来大伯父一家勾结开发商 要强制拆迁分家产 只见机器前一位男子大喊 二叔 这快递我们家也有货 搬不搬可邮不等 我们不是说好了 只要价格合理 我们马上就办 见此景于晚秋上前理论 这位就是大伯母吧 只见女子面露凶色 是谁啊 一个外人凭什么管我们家事 我是于晚秋 星河的女朋友 李家未来的儿媳妇 将来的女主人 于小姐这演技真好 我竟然一时间分不出真假 既然你也是李家的人 那我也不怕告诉你 这个工程可是郭总的项目 就算你们报警 我也不怕 给我拆 随着男人的指挥 机器勾向房屋 不管屋内还有其他人直接强拆 房间内的李星河 刚寻来一枚单要位下 已经婚离的女情 干儿房顶快石头砸下 险些砸到人 只见此时的房顶已经扣亮 这里交定你们了 我出去看看 出来的李星河扶住了 被推倒的于晚秋 听说你们要拆我家房子 只见男子指点着李星河 老弟 你是不是傻呀 哥这不是已经在拆了吗 大伯母 我提醒你一下 这地方可是风水宝帝 你们要是敢动一下 可是会遭提前的 李星河 你少给我装神弄鬼 伯母我不吃你这一套 知道吓不住对方的李星河 早已手机求助各路神仙网友 每位神仙可帮忙打雷闪电 报仇一台新款手机 然而众人的回应 却让李星河始料未及 风雨雷电当按照天庭法则行事 一台手机就想收买神仙 可笑 安老孙虽然玩事不公 但也是有原则和底线的神仙 上一秒还道貌岸然的几人 下一秒竟然都发起私聊 原来刚刚都是装的 这群神仙不可能抵挡住手机的诱惑 不要相信他们 刮风下雨这点事 找安老孙就行了 那就拜托大圣了 话音刚落 本是风和日丽的日子 忽然旁边四起 吓得司机不敢再动 然后不信邪的大伯母上前指挥 愣着干什么 继续拆 然而还没吓不动 正正拆车上 此时的司机早已吓破了膽子 我不干了 多少钱都不敢 见此大伯母一家也放下狠话 你们给我等着 我这就去找个大师破了你的风水 看着逃离的几人 李星河不由喊道 那我可等着你啊大伯母 由于房屋破碎 李星河几人只能来到酒店过夜 正当李星河要房间时 于婉秋主动上前 伯母的病刚好 我怕她不放心 要不咱俩住一个房间吧 对于主动要求 要住一个房间的于婉秋 李星河不由服想联天 难道今晚会有故事发生 于婉秋也再次说道 今晚我在上面 你在下面 当孤男寡女共睡一间房 女子提出先去洗个澡 成年人的世界一个动作便已知晓答案 男子见此不由服下小药丸 进入房间后 于婉秋提出今晚我要在上面 你在下面 听闻此话 李星河不由服想联天 想不到婉秋外表看起来矜持 内心竟然如此温暖 然而被丢在地上的被子 打破了李星河心中所有的幻想 你说的下面是让我睡地上 对啊 不然你以为呢 我洗得澡 你不准进来 看着去洗澡的于婉秋 李星河心中不由燃起火调 不行不行 李星河不要幻想 婉秋不是那么随便的人 我得赶紧冷静下来 找个神仙求助一下 天师天师 有没有那种可以让人快速冷静 心态如佛的担药 稍等 我给你一枚进行单 老规矩 一部手机 李星河立马回应 多谢天师 只不过手机目前没有 过两天再挺 正在洗澡的于婉秋内心 正在不断地挣扎 要不要一会儿给他的机会 天啊 我怎么会有这么邪恶的想法 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 服用过丹药后的李星河 不由感到浑身发热 这是怎么回事 不但没有软进小岩 反而感觉越来越强烈 感受着体内即将失控的洪荒之力 不由问起 张天师 你给我的是进行单吗 看到天师的回复不由气诈 星河小友不给我手机 就想骗我的进行单 没门 那你给我的到底是什么弹药 老风免费送你一枚滋鹰壮羊 可助男女阴阳调火 说白了就是春药 这老皮肤坑我 再待下去就会犯错误了 出去冷静一下 刚刚做好思想斗争的于婉秋 正围着浴巾出来 星河要不你也睡床上吧 然而却看到李星河狂跑出去 这是出去买东西了吗 黄标十公里后 体内的力量释放完 此刻终于冷静下来 碰巧看到了大伯母一家 二叔我知道错了 只见二人跪在地上 大伯母不由说道 他二叔 我也没想到这两位道长是郭总的朋友 不然打死我也不敢拆牛的房子 看来我这两个徒弟已经把事情安排好了 李星河找到了两位徒弟 呃 师傅 春孝一刻值千金 你怎么有时间出来散步 师傅你老人家也太快了吧 要不徒儿给你寻点秘方好好补补 对于二人的嘲讽 李星河并未在意 给你们的奖励 先天单 妹子邀请我去她被窝里一日游 我果断拒绝 只因家里还有个妹子在等着 实在力不从心 孤男寡女共睡一屋 最终李星河还是战胜了李智睡在了地上 一大早就被于婉秋叫醒 你真是禽兽不如 我都已经说开一间房了 我都去洗澡了 我都说你可以睡床上 你就不懂了 对此李星河也只能干大的笑笑 大直男不懂母人心 李星河只能说起 我先送你回公司上班吧 咱们来日方朝 送完于婉秋 回到自己的手机店 刚走进屋就感受到一股灵烈的气息 只见自己家中的两个女儿 漂被锁链捆绑一空中 你回来了 说话的正是来自地府的大小姐秦薇薇 李星河 这也是手机嘛 真好玩 李星河不由问起你怎么又来了 我把那些灵魂送回地府就来找你了 没想到你居然在家私藏两个女鬼 你该怎么解释 对于质问 李星河白白手 我可没有私藏 他们是冤死的灵魂 我只是好心收留他们 管不了那么多 我现在就要带他们去地府 说着女子便准备将两鬼收走 然而李星河却上前阻止 他们根本不愿意跟着回去 李星河你大胆 不让我收他们我就收了你 话音刚落 李星河便被捆绑一步 大小姐 你就这么喜欢玩捆绑吗 区区一个先天境 也想跟我斗 此时李星河不由心中暗想 这妹子看起来像是地府的光二代 虽然未必打不过 但没必要上了和气 要不咱俩做个交易 我送你一台手机 并且手把手交你全套使用 你就让他俩在我这多留一阵子如何 对于李星河提出的交易 哪个神仙不动心 好吧 看在你还挺有诚意的份上 我就先放过他们 说着女子就将李星河放了下来 李星河 你也下载个B0榜吧 咱俩加个好友 B0榜是什么 妹子解释道 就是我们地府使用的一个软件啊 可以聊天 可以发布任务赚取功德点 还有可以购买东西的商场 哦 那不是和天庭的天机榜一样 听闻此话妹子不由问起 李星河 你怎么都知道天机榜 李星河解释起来 那天我手机店被雷劈 然后跳出来一个疯子说她是雷神 然后我就有了天机榜 自此妹子不由暗暗猜想 仙凡通道已经中断 雷神为什么会在人间出现 难道天界要有什么大动作 想到此 妹子不由告别李星河 我先走了 谢谢你的手机 看着离去的妹子 李星河也终于悠闲下来 又是天机榜 又是地灵榜呢 我真是上天入地 都有网友照着了